在中国古代 边中曾是宫廷乐队的核心 它不是单纯的乐器 而是象征权势的礼器 对边中的使用 曾有严格的规定 只有贵族才能铸造边中 曾侯一边中一共有65件 分三层悬挂 体积硕大 造型繁复精细 显示出磅礴大气的王者风范 相比之下 洛庄汉墨出头的边中 在体积和气势上 都不如曾侯一边中 但是专家经过鉴定 发现这套边中的铸造工艺 也很高超 所有边中都可以发出 两个不同的音 整套边中虽然只有19件 但跨了四个八度 只比曾侯一边中 少一个八度 这套边中是目前为止 考古发现的第一套西汉时期的边中 这个乐器坑带给人们的喜悦 还不只是一套边中 就在同一个坑里 又发现了六套边庆 总计107件 比以往发现的西汉时用边庆的总和还要多 边庆是用特殊的石头做的 能发出清脆的声音 与青铜铸造的边中组合一起 被古人称作金石之声 象征着最高贵和美妙的音乐 曾侯一幕中也发现过一套边庆 不过 原件已经破裂 不能发出声音 洛庄发现的六套边庆 保存的都比较完好 虽然在地下掩埋千年 但轻轻敲击 就能传出来自远古的声音 从曾侯一幕到洛庄汉幕 时间相距大约三百年 边中和边庆的组合 已经出现了质的变化 各自的地位和重要性正好颠倒 虽然今天还不能确定 汉代边中边庆的具体作用 但曾经附着在乐器上的神圣感 已经明显减弱 洛庄汉幕的乐器坑 一次性出土了各种古代乐器 共一百四十件 有弦乐器 打击乐器 和敲击乐器 甚至还带着调音的工具 色瑞上两千多年前的丝线 还依稀可变 如此众多的乐器组合 俨然以至庞大的古代乐队 早在周代 人们就开始对乐器进行了分类 按照不同种类的乐器特点 中国古人把乐器分为八音 以金石为首 中国古代的礼乐制度中 由边中和边请为主 以其他吹奏乐器和弹拨乐器 为服务组成乐队 代表着一种很高的规格 是统治者权力和奢华的一种象征 能拥有这样规模的乐队 墓主人肯定是一个地位极高的王侯级人物 随着一个个陪葬坑的出途 墓主人的面貌似乎渐渐清晰起来 但也始终笼罩着一层厚厚的历史的迷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